因為原委中心這幾年一直在探索 各種社會實踐的可能 然後這個團隊非常非常的有名 就是他們不僅是跟部落建立的連結 而且摸索在不同法規之中去找出一個可能性 就是在這整個過程 只有很多法規上面的一些衝突跟在宣誓 所以我很想了解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整個跟部落重新建立連結 然後在這一個 尤其我們現在原委中心 今年主要是談國家自己 然後各種法規的衝突的檢討 又有各種不同領域的任職單位 到底怎麼樣去找尋一些可能性 那中間當然牽涉到很多的專業 包括建築的專業 怎麼樣在這個地方的限制之下 重新去建設家務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重新在各種不同領域之間找尋可能性 那我們就 我接下來把時間就交給我們系上的老師 牧傳老師 因為他本身也在多糾塞 也跟部落很多的合作 所以我想說中間有很多對話的可能 好 那時間就交給互存 好 那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次的這個演講 那這次像剛剛 我王俠老師主任就講 其實主任他就是一個台大園園中心主辦 然後就跟我們系上一個週五演講 我們系列演講做一個結合 那今天老師剛好介紹我是我們系上 好像一座就社跟互動比較有關係 那其實最有關係的還是現在在網路上面 在直接收看這個陳馬林老師 很可惜就是他今天沒有辦法實際到 但是他又在線上也有參與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是在講嘉欣這邊的這個計畫 那其實他是一個2015年花蓮縣文化局 卓西鄉境內嘉欣舊社 我們看是一個很單純的 一個絲板烏烏的一個修復工作 是他其實從這邊開始的 但是在過去這8年來 他其實開始就 捲動出很多個不同的計畫 數十個延伸的一個計畫 那這一系列整個計畫 甚至得到了2022年的全球卓業建設 獎的這樣子一個殊榮 那整個計畫有各式各樣多層次的 一個疊加界面的一個意義 就是看似對立的一個國家 與原住民族群的關係 那其實這整個計畫 他結合了國家 結合了學者研究 結合了原住民族群 當地的群體 將這個區域裡頭的一些 可能本來會選擇不去談 或是沒有這麼的講話 他可能不會這麼的大聲 或是主動 或是可能會先暫時抽身的一些 部落族人 或是在地的一些人 把他們 因為這個計畫慢慢的滾動出來之後 開始也一起參與這個計畫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兩邊結合在一起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計畫 那今天基本上 我們是分成三個 三個不同的場次 那第一個的話是 就是花蓮縣的文化局局長 吳敬毅 吳敬毅 對不起 發音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剛剛其實講 吳敬毅局長 這個他 他來 跟我們講 吳敬毅局長其實也是敬毅局長 對不起 對不起 他其實 還有另外一個為人手之 就是他是一個斜槓博士 他其實參與了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 不同的活動 那其實花蓮縣文化局 在整個計畫執行期間 其實我從 介福老師這邊 就計畫執行期間 到計畫執行之後 其實聽他講了很多 都是說 花蓮縣文化局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努力 一直在不斷的 在協調調整 然後來促使這個 整個計畫的一個 變成一個可能 而且越滾越大 是一個功勞是非常非常主導的 那我們第二個講者的話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就是 我們有準備資料會 對 因為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是 鄭介福老師 那他現在 他現在是在 課課會下面的一個 博士研究 暫時掛在台大這邊的一個 人設中心這邊做研究 那他博士論文是在做 霸通關古道的駐在所研究 也是後續參加了這個 架新這個整個計畫之後 跟布農族 還有跟花蓮縣的文化局 有多 有非常非常 建立起一個 非常非常深厚的一個合作關係 那他的整個計畫 還有研究成果做出來之後 其實學界裡面 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可能就不要講太多了 大家可以 等一下再聽他的演講 那第三個講者是 林宏毅老師 那林宏毅老師 他是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那他現在還是 台灣永續旅行協會的一個理事 也是 責任規劃設計顧問公司 有限公司的一個主持人 那林宏毅老師 如果有讀過台灣的相關文 現在應該都不陌生 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 也是敗讀了老師的碩士論文 也是獲益良多 這個生存空間的成名與詮釋 以來意的喬拉伯斯 遺址為意 那其實我們等一下相信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表定時間 其實是把它分割下來 然後中間保留10分鐘 但是我想 我們為了讓整個演講的程序 可以比較流暢 所以我們可能就把三個演講 異序就先把它講完之後 再一次的休息 最後再回來做一個 做一個綜合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時間交給郭靜宇局長 謝謝 大家好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 我的部分很簡單 而且很快 大概10分鐘就可以講 因為今天結果都紅一同在 我就給他們講 因為他們的部分就比較 涉及到學術上面 怎樣做到這些事情 然後涉及到 實際的時間工作都會一步一步做 我大概來分享的大概就是有關於在行政官這件事情上怎麼可能 這個是在文資法上法定計畫的成果 最後長這樣 那 待會我回過頭來看 先跟大家講 從行政官這件事情的發生 那因為 文化局 有一位 現在已經去了 林務局的承辦人叫陳夢玲 其實這件事應該他講 就是說 始作俑者就是他 從107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文化部門的工作有一項是文化資產 分很多類 我剛剛講到的考古這些都是 那可是 我們在地方上就會發現 大家所重視的 特別在我們花蓮縣境內的山區 大家重視的文化資產 會放在日治時期的住在所 或者是八通關古道 或者是清古道這一類 就 講起來 內容很多很咬不齊 但是怎麼會跟這個山 原來都組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這樣 就是他的初衷其實非常簡單 比如說現在文化部門之局 還是想要促成 花蓮跟南投兩邊的文化局 把八通關古道走完了完整的 就是文化資產的指定 因為他現在 現有的指定其實只是單獨的 古道上面的一些點 他其實不是整個古道本身 那再來的事情是這個範圍內 主要的其他的主管機關 比如說國家公園 他們對於文化資產這件事情 比較沒這麼有興趣 因為他主要的目的都是在自然貿易的部分 然後在107年的時候 因為 因為 就是天將一個神奇的文化部長叫鄭力軍 然後發起了一個叫再造歷史現場 起了這個頭 那全台灣在造歷史現場各縣市大概有32個計畫 那唯獨花蓮當時夢莉就提了一個 就是有關於部門族的事情 這是唯一一個原民的計畫 那因為大家知道那個在造歷史現場 錢夠多 時間夠長 然後 在行政上面的彈性 相對的是空間是大 所謂的行政上面的彈性就是 計畫可以編多年期 可以跨年度 所以也就是說 所有計畫執行過程當中 發生的所有的變化 那他在行政端可以 可以讓他有充分的時間 跟調整的彈性 來處理這一件事情 那這個計畫才有可能發生 如果就是按照過去每年度的計畫 就是 大家不曉得行政上面的程序 就用提報計畫中央核定 然後說好錢給你 錢給你的時候你要等議會要不要開 因為要納入預算才能夠執行 好納入預算之後呢 我們就要找團隊來做執行 有一個微波的採購的程序 那通常這些東西跑完了 大概也就四五六月去了 然後年底大概11月12月就開始收尾 然後說預算執行率高 趕快充入預算執行率 所以真正可以工作的時間 只有幾個月而已 我想這大家都在行政部門都清楚 那這道歷史現場 它可以跨年度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比較慢慢的 讓這件事情可以發生 好 那 從107年到110年到嘉欣的文化 生產的指定程序走完石板屋蓋起來 到今天大概剩下的工作就是 每年有固定的年輕人上山去做這個部分的 一些維護管理 它花了非常多的 大概是透過這樣子的過程 讓大家知道在行政計畫程序上面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只是就嘉欣舊部落石板屋的部分 那它配合的計畫其實 四個年度大概有二十幾個計畫同時在做 所以它配套的軟體 包括民族教育的課程 在酌西鄉跟六個小學一起合作 同步都一起在做 那所以這個計畫在我們局內就是 很長一段時間就是除了陳夢莉之外 沒有人知道計畫到底有幾個 每個計畫的進度到哪 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然後後來因為他 生涯規劃的關係去了寧物局 然後現在變成大家就要學習去掌握這麼複雜 那這個這張圖其實是在整個大的計畫 接近的其中一個段落的時候 我們出了這一套書 那出書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不斷的逼迫編輯的美秀姐說 有沒有可能盡可能的 就是將我們現在文件上 調查上口傳上面整理到的資料 大概畫出一個示意圖 所以大家不要用嚴格的學術觀點 來看這一張圖 這只是一個示意上面 來讓大家在空間上面理解 從18世紀開始 布農族人 那個不明原因翻越中央山脈 然後開始往花蓮這一邊 往高雄台東這邊遷徙的路線 那遷徙的原因不明 然後這個遷徙的概念是 領土擴張呢 還是就是一站一站一個舊舍的點 往東部移動 然後原來的舊舍就丟掉不要了 其實不知道 因為從不同人的口述 比如說我阿公曾經在很靠中央山脈那邊的舊舍出身 如何如何 距離也不是很遠 大概就一百多年前 所以到底學術上面怎麼去理解 或族人怎麼去理解 它到底是前行 還是擴張 還是如何 而且這個舊舍的舍的概念 我想在場大家就很清楚 就不用多說 它其實也不是一個部落的概念 它甚至小到氏族 甚至氏族以下的家族 到處移動 好幾個舊舍的位置 同一個家族會在不同的時間過去住 所以那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複雜到 我們離 三角下最近的嘉興舊舍 然後要開會說 我們要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我到底要找誰做諮商同意 因為它是不同時期 不同的家族 進進出出這個地方 它的 歷史的脈絡 跟族群的性質是非常特別 但是我們知道的事情是 總之它的大的空間移動的方向 就是由西往東 由北往南 然後有卵舍 有郡舍 有丹舍 有卡舍 大概整理出來的是這樣 但是這些線就是一種 空間概念的示意的線 它的前後關係到底是如何 這個有帶在座看起來很年輕的同學們 希望以後你的學術生涯或者是志爺 可以繼續的去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連這一片山裡頭的範圍 到底有多少個舊舍 至今在研究上面都還沒有能夠很清楚的去回答 就陸續的會發現 好 那關鍵就是在紅色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嘉欣是 從國家跟部落 或跟原民的關係 可以講說 嘉欣是自然遷徙擴張移動 最東邊的一個位置 然後就遇上了日本人的殖民治理 然後在殖民政策以下 咻 就到山下的這些 橘色的 現今的所謂的部落的位置 好 那所以 整件事情想要去 回應的一個議題就是 那 兩三百年的這樣子的遷徙的過程 然後在一個殖民的時期 突然中斷 變成今天的聚落 那你怎麼去面對過去的這些歷史 那這些歷史也不是一個 書本上 或者是研究史料上的歷史 它存在在 現今族人不同時代人的心裡頭 你怎麼去回應他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的這一些工作的細節 待會 Jaf跟洪宇老師他們再來慢慢說 總之呢 他就是會有一個學術上面的協助 如何在 呃 不是荒葉漫草 應該是說 叢立密布的山下 找到這些舊色的位置 那這些舊色的位置 呃 如何用光達的技術 如何用現地上面的格子狀的去探憨 那要做到這麼 就是你要去找到有一個舊色說 欸這是一個以前的家屋的位置啊 這是一個舊色的範圍 那只要族人有記憶之道路 其實都可以找方法的點 但是那個點要變成是一個文資 那 那在這邊就跟大家特別說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情要運用文化資產法的工具 那過去文資法到現在對於很多人來說 它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反正有了文資的身份 呃 世界就會變得複雜跟難以自由使用 所以就大家常知道就是文資身份 呃 發布前就是房子就會燒掉啦 等等的這些議題 可是如果熟悉文資法 跟文資的行政工作在今天 喔 它是一個能夠很明確的 指稱這件事情在文化上面的意涵 然後它的工具類型夠多 所謂工具類型就是有無形的、有形的 然後有形的有分古蹟、利劍、有分文化景觀 然後文化景觀 它談的是有關於一個地景的構成 跟人類的活動持續延續到現在有關 所以它類型夠多 然後呢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它潛夠穩定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了文化資產的身份 它在文化部門 它是一種法定的業務 所以不管你中央的文資局 它在文化部或在行政院的預算裡頭 有沒有受到重視 總之有文資身份的 當這些文資的保存、維護、管理 有需求的時候 它一定是優先把預算保留給它 那所以 但是又不是一個大的錢 大錢沒有 小錢是能夠持續的 所以如果涉及到你的文化的內容 需要透過某一種類型的文化資產身份 而且它可以以一種緩慢長期的工作 如果持續進行的 不求每年的KPI 沒有什麼政績的表現 都無所謂 沒人知道也不重要 但對於這個文化主體本身 它持續長期的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文化資產是一件非常好用的工具 我大概就是跟大家從這個角度分享 那因為要進入到這些行政的指定的程序 所以原文化資產的標的物本身必須要夠清楚 那待會兒借布老師再跟大家講 然後透過剛才複雜的這些調查的過程 綿密的調查過程 然後就在距離瓦拉米 東邊的登山口4.5公里的大概這個地方 江嘉欣舊社遺址 各類可以指認過去有族人活動的各種類型 家屋拉、小米田拉、鹿拉、還是排水道拉等等 將它指認出來 那這就是信統考讀的方法 那給大家看照片 待會兒這樣就一直再說 好 這件事情呢 從調查 然後一直有調查的成果 到指定的程序 這對我來講 對行政部門來講 它其實不複雜 就是族人願意 然後你能夠找到熱血沸騰的學者專家 下海做這件事情 它就可以發生 那行政程序、指定程序 這些東西也不難 那但是 我先把行政程序的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點送完 然後 那結果就是最前面的這一張圖 就是這樣 各類型的 有民族植物拉、多元的地形拉 然後相關的移購 通通通通通全部登入完地這樣 總共登了488公頃 那在行政上面有一件小小的事情是 這個土地其實是領務局的 但是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所以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 民族局就說 我們非常的支持 但是因為以後你們要款要用 麻煩你們把他租走 所以文化局就 沒事就租了 在國家公園租了民族 488公斤的土地 租金也沒有多少錢 一年好像三十幾塊 還沒有多少錢 但是你就要跑一個成租的 我們現在是在麻煩的那個 Gastanam舊社也租完了 因為那邊也要開 反正 反正在照歷史現場的工作 調查、溝通都結束 進入大家空間要有實際的作為 包括舊社的整理 包括步道的整理 只要動到這些人 領務局就說 你趕快把這些方圍都租走 所以我們有整片的 步道就租那一條線這樣 租了一堆 四海八十八公斤的範圍 那因為他是 很清楚他是原住民族的文化資產 所以他在登錄指定的時候 一定要有資商同意 那整個在照歷史現場一堆的計畫 那幾乎都要進行資商同意的過程 那我們資商同意呢 在一般就跟原民不熟悉的行政體系 覺得他是一個大麻煩 就是你到底要跟誰資商 然後你是要用 同意權呢 還是要用那個 公共事項 因為他的 比例代表出席這些東西不一樣 但是呢 因為 好那我請問大家好了 大家知道這邊有一堆 以前理工家務有非常多 那請問我資商同意 我要找誰資商 找這些家屋的後代 還是找 因為他是舊室他沒有人住啦 還是找最近的關西部落 那關西部落怎麼算 從嘉興輻射的方位 五公里內通通算 還是著西鄉裡頭通通算 所以就是原機法一個 在實際執行上面的罷得 那後來呢 我們也沒有煩惱 反正因為沒有人可以回答 我們就自己說 就是去著西鄉公所開會 通知所有關西的人 你能認識的 叫得出名字的 什麼協會理事長 什麼誰誰誰 部落事務組長 關西的族人 你通知我 我通知你 只要能夠通知到 有關西的全部一起來 然後談這一件事情 那其實某一種程度 諮商同意就是 大家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應該說反過來說 沒有人覺得他不應該 你不管用什麼樣的行政程序 也不會有人在意 也不會有人說 你港師是不是諮商同意 那個在行政上面有瑕疵的部分 那這其實他後來很多 我們在照歷史現場工作 就是這樣 所有人能通知的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布農族人 他在自己的族群特性上面 怎麼去決定 如何被諮商同意 會場上打開來 特別是我們後面要談到 要修家屋 請問諮商同意到底是誰 有資格第一輪說話 或是誰決定 那族人其實就很清楚 這是哪一家人 哪一家的人 說了算 其他人就是鼓掌 就是非常的支持這件事情 能夠圓滿達成 他不會說因為我是代表 我是墮落事務組長 還是現在有什麼頭目 就覺得不行不行不會 他就是尊重過去的文化脈絡裡頭 誰可以決定什麼事情 然後什麼事情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決定 這個時候族人的過去的 到現在的內部的這一種機制 就讓他用這樣的方法去發揮 好 這就是在行政專中 走到這些公告之後呢 就進入到再造歷史現場的 嘉興史版物的 要重建這件事情 好 重建這件事情呢 待會連環玉老師會講到說 這麼一大片488風情 為什麼選到這一棟 那選完之後呢 因為他在國家公園內 所以要做簡易預先評估環境影響 那其實就是 小規模版德環體 但是他也不複雜 因為你做的家屋的面積 其實相對的是小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呢 那你這個石板物基地範圍內 因為那個樹都長起來了 然後你要去整理它 所以你要先經過領務局的同意 去把這些東西排除 就叫障礙目排除的部分 那相關的法規依據 然後條文 我都在上頭 然後如果大家需要的話 我們裡頭的那個石板物的那一本 我有請夢力當時把 每一個行政的規則關下的 以及我們的所有的文號 全部都整理出來 所以有任何的人 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請不要吝嗇跟我們要 如果你們在行政溝通上面 然後比如說換一個國家公佈 或換了一個領域管理處 說嗯嗯啊的時候 你就跟我們要 然後我們就把公文給你 你就跟他說這叫平行案例 照簽照辦就好 所以這個攤投保建立之後 整件事情在台灣原則上沒有不可能做 因為所有東西 我們都已經把行政官案例都做出來了 好那第三件事情是 蓋在建築法上它就是一棟房子 所以要建造 那討論這建造到底要怎麼拿 然後討論的結果就是 這個階段因為原則上從修之後 大概功能會定義在教育的功能 那所以跟華公園討論的結果就是 它是用臨時建造的方法 那它走的是建築法99條 那從花蓮縣的建築師工會審圖 然後送玉山國家公園來做審查 發臨時建造 那因為建管權是在玉山國家公園 在玉山國家公園法的關係 那這大概是每年可以 就是造是一年 然後可以展延一年 所以等於是每兩年要換造一次 那它下一個的挑戰就會是 如果今天這個石板屋 它在使用上面開始有多元的使用 比如說要帶人上去要過夜 然後可以收錢 那它就不會是展示設施 它就會是另外一種使用用途 那它建造的形式就必須要調整 然後到那個時候 就要在這個預管處來討論 那當你使用行為改變的 需求改變的時候 那我建造要怎麼發 到時候就會遇到 我指定建築線要怎麼指定這樣 好 那以後再說了 好 那這就是 重建這個石板屋的可怕的豐公爲業 東西都要從我三下堆上去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概在社會面有一些新的進展 就是一個是成立了 濁溪登山協會 由濁溪鄉的不同部落的族人 成立了登山協會 他們變成是整個再造歷史現場 以及其他工作裡頭很重要的登山協作 這是它的一個新的 算是一個新的產業或就業機會 然後第二個就是 在去年他們的這個家屋的家族 然後自己也成立了協會 那這個協會就成為了現在 在嘉欣石板屋這個文化景觀 後續管理維護上面的窗口 他們的工作就是定期上山 然後將這整個區域的雜草來做整理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前年開始 預管處進入到第四次 國家公園的通盤檢討 那所以大家剛剛看到的這些 所有重建的過程 其實它的位置在國家公園計畫裡頭 它是生態保護區 因為只有瓦拉米步道本身 不用申請 但出了步道的兩側 全部都是生態保護區 所以這一些的所有的工作 在行政上在當時 他都需要跟古阿公園申請 進入生態保護區的一個申請的作業 然後所以他們在 古阿公園的計畫公開見號的話 就把它調成是使機保存區 那在未來在這一塊棕色的範圍裡頭 然後族人回去要整理 要做什麼事情 它在古阿公園上面就會變得比較 土地使用管制上面 相對的就會比較容易 那它使機保存區計畫的內容 就跟我們文化景觀範圍內的使用 還有維護管理計畫的內容 就把它全部對在一起 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那文化景觀說我需要做什麼 兩件事情就把它對上 那就是在圖管上面 跟文資上面都把它對上 那這就是剛才提到的 就是相關的民族教育的工作 讓更多的族人自己 然後其實也有很多相關的教育研究 也並不一定是左西鄉的自己 還有很多單位都來這邊關我討論 那這是目前發展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在某一種程度上面 它是對我個人來說 它是行政部門找到了一個 可以緩慢陪伴族人 然後開啟一個龐大工作的 最前面的那一個點 就是大家想像 18世紀從山的那邊過來 然後一直遷徙到這麼龐大的一個 山林的一個範圍 然後在殖民時期變成今天的樣子 你要回到這邊要多少年 不知道 也許一百年 也許兩百年 那回去的開頭 就是大家想著這一件事情 可是實踐行動的第一步 就是怎麼回到在 當今的國家制裏裡頭 它有各種的限制 跟各種的法規 那這些法規如何去讓它 找到一個空間 那主管這些法規的行政團 如何大家有這個共識 願意打開這個門 讓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 在行政業務上面 它是重要的 而且具體可以怎麼做 那這大概就是 這幾年的工作 最主要我覺得 它值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點 拿獎其實是很容易的 這個東西介紹出來 那國外評審都掉眼淚 還在評審的時候 錄了一段他自己的影像 然後說他特別講話 就台灣報這個案子 獨默的在人類的歷史上做什麼 其實事實上也是 事實上也是 但它其實共識者在小小的點上做 那另外要跟大家說的 待會洪玉老師也會跟大家講比較仔細的 就是嘉欣石板屋的修復的位置在這裡 我們第二棟石板屋的時候 就能 第一棟在修的時候 因為種種的因素 還沒有辦法做到限定取財 就是限定罰財 然後限定做 那第二棟洪玉老師在處理的時候 就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石板屋的位置 紅色這一塊是發財的位置 距離快兩公里吧 所以就在國家公園砍樹 然後拉過去 然後把它蓋起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這件事情在 其實行政端都很順利耶 這樣外界想像這件事情很像複雜的東西 可是行政端上是 是都很樂意支持 那但是在重建技術上面 就有很多心酸學類史 還有晚上會有黑熊來打招呼 然後為了不讓黑熊把食物拿來 然後想盡各種方法 那那個心酸審就交給洪玉老師來跟大家 我以上就是從行政的角度 跟法規的角度的空間 大概提醒大家想說 就是我們對於森林法 對於林務局 對於國家公園法的國家公園 對於文字法的文化部門 其實在這個案例裡頭 大家都有一個合作 而且是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的 一個認知跟工具上面的使用 那也許是台灣這幾年的 政治跟行政的思維跟氛圍 有很大的改變有關 然後我們都覺得這件事情 是會持續的往這邊走 不會倒退 因為本局現在在騷擾太魯閣國家公園 因為原住民眾大歷史事件 就是原民會有研究調查 那十本報告中 本線分到五個 通通給他做下去 這樣 除了大分事件因為 族人都到高雄去了 那實在不是我的管區 太遙遠了 沒辦法談 但是我們在道立子縣 有把喀西巴南事件全部做完 調查都可以做完 要指定馬上就可以走程序 那另外四個呢 就是太魯閣家裡玩 七角川跟大港口 一次做四個 那太魯閣的部分 在關大維老師 跟部落年輕族人的 大概就把太魯閣戰役 十多年來所有的路線發生的事情 在空間全部都已經持燈完畢了 下個禮拜要跟谷拉公園會看 就是畫了密麻麻的舊社門 然後我們也跟谷拉公園處長 全部都溝通過 就是比照嘉西門的事 然後知道範圍 點之道點 想要做什麼的事情的時候 就開始來做 都沒有問題 開始騷擾 其實是最早 以及最強硬的太魯閣部長 好 那以上的跟大家判斷的分享 如果有問題 我們最後再一起跟大家講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郭局長的 呃 吳局長的那個 說明的介紹 那我想我們就 對 一個一個DH 然後我們最後再一次 做我們做的 好 好 好那就接著 吳局長報告 那今天我是來跟大家介紹說 我在這個計畫中 有幸參與其中的一部分 那但是我在拉酷拉酷西流域的調查 其實在2014年就已經開始了 那主要是希望能夠做成一個結合傳統知識 跟考古學的一個工作 好 那剛才其實剛剛講到就是說 在一個再造歷史協調 就是我有參與做其中一部分 但是我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 是在那個山去做駐戰球調查 那當時有機會認識了一些 婦農族的朋友大哥 我就跟他們一起去尋根 然後才有機會去看他們老家 那其實就是在那樣的契機下 那也就是在文化局 在造歷史協調的脈絡下 然後在中文醫院這邊的支持下 那其實在造歷史上 他就是代表一個國家社區 跟考古學校的工作 那對我們來講 就是在這個研究上 其實是有一個經費支持 才有大型的考古 所以我們等於是 把對這個地方有一個 比較全面的理解 但是在2021年之後 其實在做完這個計畫之後 其實作為考古學校 我也有一些反思了 包括一些時間去沉澱後續的工作 那我的報告大家會講到這三個 但是中間這三個不同時期的工作 其實他在一個核心價值上 還是希望能夠成立一個 結合傳統知識的考古學研究 就是回到考古學這個層面來 但是其實結合傳統知識的考古學研究 並不是考古學的傳統 其實這是在1980年代 這個全球原住民運動要求法官 或從葬的起因 然後才有所謂的NECRA 就是美國原住民墓穴保護器規返法 還有一些國家的保護法 但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考古學家對於考古發掘 尤其在原住民領域裡面的這個工作 包括你發掘出跟人骨有關 或是重要文物 其實都變得說沒有像以前那麼不方便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提出一個問題 Oons the past 對於過去文化資產的詮釋或理解 是誰 是考古學家呢 還是這個文化的關係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才有一個反思 那我們就是在做原住民考古學 就是對於這個反思就知道 然後就發展出一個 由原住民執行協同為主題的考古學 那因為這個東西發展出來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進行 所以有人把它當作附屬形式的 Indigenous Archaeology 表示說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情況 所以其實在台灣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做法這樣子 所以最後的話這就變成深化成 以原住民主體然後合作 然後重要的是要把原住民價值觀放進去 的一套理論跟方法 然後也強調去殖民化的考古學 尤其是原住民社群的一個協同參與 然後這個參與就代表說 在研究各階段不同的實習的台性合作關係 然後也重視原住民價值 傳統經濟跟考古學研究 那很有興趣的就是在歷史上現場的情況 的這個工作期間 其實花蓮線文化局他就是很強調 這個協作的東西 那包括就是在我們考古學在執行的時候 也可以一起就是往這個方向努力 那其實考古學跟傳統知識他並不是 好像聽起來好像很合理要兩個合在一起 但是其實事實上在學科傳統上是不太一樣的 尤其是像考古學簡單來講是 用特定方法跟技術來理解過去無文字 紀錄的人類社會 所以他的方法很多是發掘、調查、定年或科學分析 然後又是以遺址回單位 但是考古學是來自西方的價值觀 他就關注物質、科學跟宗教比較沒有關係的 可是傳統知識有時候是傳統物質的內容 比如說星象、植物象、動物象這些東西去理解 所以要怎麼樣去創造出這個東西 在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例子 那在我們拉鍋拉西這幾年我跟我的同事 我在執行中我們其實就會從不同的時期去發現 譬如在早期的話就是從結合尋根的考古學調查 然後去發展出適合的研究概念 那在再造歷史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會強調說要跟原住民協同 然後用比較少衝擊的方法去跟他們一起合作 因為其實考古學大家都會聯想到是侵入式的發掘 可是其實在拉鍋拉西的家屋 每個家屋地底下其實都有埋場的主線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發掘或是一些深入侵入性的考古工作 其實是非常違反禁忌的 所以這個就是要套一個不同的方法 然後另外再造歷史現場之後 其實當然我們在這個計畫的經費之下 我們可以做一些很大規模的事情 但是一樣即便是如此喔 然後在文化學給予很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還是要再要按部就班去完成一些機會 那作為一個考古學家 其實我會覺得說 那我有什麼東西去有什麼時間或去沉澱去思考 我做了這麼大量的工作呢 那其實這些思考更沉澱了 反而是在2021年之後我們沒有 就是在這裁造界的現場的階段新任務結束之後開始 然後也看怎麼樣能夠發展出新的情境這樣子 好 那其實在這種就不是考古學的 其實在主要是來自說台灣山區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原住民族 那但是在1930年代開始殖民時代進來之後 他們就在陸陸續續的不同原因下就陸陸續續被遷到前山區 所以山區的這些廢棄舊區 如果在早期其實並不是在考古學的研究範圍裡 畢竟它就是真的是很晚近的一些歷史 還有記憶的歷史 當然在1980年代的時候 黃世強老師跟劉一昌老師他們做了一個顧察調查 然後當時他們就把舊社考古學當作是一個 就是原住民廢棄的舊部落 然後才開始陸陸續續的這樣的工作進行 那包括瑪麗老師或是木槌老師 或是現在台灣非常多的地方的學校跟老師 或是學生舊生 其實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這樣的舊社考古學的工作 不過因為舊社它就是通常在山上 它都會有一些移構在 當人移掉之後它的那個移構跟房子都在 所以大部分的尺度都是由家屋跟聚落這樣的一個範圍來進行 但是在可能在拉布拉布西這樣的方式 可能就必須要用其他的一個角度去擴展這樣的一個思考模式 那其實剛剛就是稍微介紹 剛才吳局長他是介紹整個花蓮線的工廠組 那我們在這邊的工作其實就比較注重 這個在這個拉布拉布西流域 拉布拉布西流域大概就是400平方公里 它就是一個三面環山的環境 在西邊是中央山脈 在北邊是有馬波拉斯山的這個山脈 南邊是新航山的山脈 然後拉布拉布西從西北往東流 一直接到縱口裡面這邊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就是其實非常的廣夫園廣大 那這裡是藍色群跟郡色群的傳統領域 那剛剛局長也有提到說 是首18世紀書的時候 從這邊卸宜過來的 但是不過根據馬雲苑動議的說法呢 布農族一動他的動力其實是 尋找新的耕地跟獵場 因為是這樣就是 布農族他們的傳統生活就是打獵跟耕作 那耕作的話就是三田燒肯 所以三田燒肯他會需要很大的範圍才有辦法 然後一段時間就要去輪耕才有辦法 所以當一個部落人口變多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沒有辦法養活這麼多人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個 這個部落就以四族為單位 可能這個部落的人 他就會有其中一個人到達一個地方 建立一個新部落 建立新的獵場跟耕地 那可能這個地方的人他到發展一段時期 他就會繼續再擴展下去 有點像是一個網狀狀的擴展 當然這是一個示意圖 他的這個移動他永遠都不是那麼單純的 就像剛剛局長也提到 他其實會這個移過去又移回來 然後誰又跟誰有關係這樣子 互相像一個網絡般的移動 但是總歸來說他的移動的一個動力 其實跟著他社會結構的擴展很關 就是這是我的理解 好 那在拉布拉戶西在18世紀 他們是出的時候他們跨過來的時候 其實在下游跟上游的地方 其實各有一批不同的部落 那在下游就是軟社群 在上游是郡社群 那根據1935年的日本人的統計 大概1935年當這邊的人通通要被移下去的時候 他總人口大概就是1400多左右這樣子 所以他的其實這些部落看起來是蠻分散的 然後其實在一個部落的單位裡面的人通也不會太多 好 那他們到18世紀到這邊建立一個部落 慢慢陸陸續續下來建立部落之後呢 其實後來的殖民者進去的時候 也的確對他們造成影響 那最終最大的影響其實是在1921年的時候 日本人在這邊建造一個巴通關古道 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聽到的日治巴通關古道 他從拉布拉戶西的南岸穿過這個區域 然後在路 他在這個沿路建了非常多的住宅所 然後有一些防御設施 所以他經過藉由建立這樣的東西之後 他其實在這個地方就掌握了軍事上的勝利 所以在後期他就有辦法進行雞灘移住 所以也就是因為雞灘移住的話 其實像以前在山上這樣的家屋 他就變成浪漫廢棄 那以前在山上會做的一些 像攝爾濟的技槍這樣儀式 就會移到潛山的這個部落來進行 那我的好朋友查理浪 也是我們的這個計畫參與 或是在這個文化局各種計畫的參與者的重要角色 他在早年的時候寫了一首詩 叫做翻山越嶺至馬西桑 那馬西桑是他的老家 他是是這樣寫的 他就是祖先踏進新天地 從阿桑丹嘎斯就是舊的部落 翻過山谷 翻過溪谷 林縣 翻過平原 翻過山底 到達祖先的新居地 馬西桑 就是他的老家 就是他是說他們從中央山脈搬來的時候 經過不團的穿越 來到馬西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名字叫做 一直是早晨太陽最慢照射 陰陰籠罩的部落 但這首詩呢 也從下面往回走的話 就是後輩滿 也就是今天住在花蓮縣 濁溪鄉淺山的這些部落 經過這個尋根之形 從阿桑 從掘水蒸氣 經過旁邊黑熊 這個都是山上的一些地名 也就是說他們從山上的地名 然後來到馬西山 那他這首詩裡面 既可以從上面 又可以從下面來讀 這代表說他們的祖先 跟他們的 來到這個地方 跟他們後輩來的地方 就好像在山上後面一樣 那這首詩又寫的是橫向的 像一個山一樣 就代表他們很辛苦在這邊走 所以他這個早期的詩 其實就講了這個 這個拉股拉股西的 這個過程 不管是殖民 或是到當代社會 回去很困難的情況 不過曉陽現在可以再 update這個詩 因為其實經過了這個 魔法局很大的努力 其實這個 大家都已經 藉由不同的工作機會 回到這個地方了 那這個後面我還會再提到一些 好 那在這個工作下 其實從早期 2014年 我是在陳光祖老師的這個計畫之下 然後後來就是 林規珍老師主持的這個 調查計畫 那我們就到這個地 拉股拉股西的這個 中游下游地方做一些研究 就是包括比較鄰近的 人家興這個地方 阿桑萊嘎 柯西畔南還有馬西桑 這個地方 跟我們做這樣子 好 那想說最早的這個 這個考古學 許跟考古學調查 我是 再一次機會裡 我就跟著 這位是林淵源大哥 跟著這個 玉山國家公園 修路的團隊去上山修路 那當時 當時我只是想知道說 到底 國家公園去什麼修路的 所以有機會跟這個 部落的大哥上山 那我也是 第一次跟著 以前 常常爬山 但是我第一次跟著 部落的人上山 後來才發覺說 他們對山的認知 其實跟我們不一樣 那後來因為這樣的契機 我就跟他們去尋根 然後他也帶我去看他們的老家 那我就注意到說 其實部落尋根 他不只是從一個點回到老家 去整理 像掃墓或是紀錄 他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是一個傳統知識的傳承 包括走在路上 他有一些地名 有一些資源 其實這代表說 以前的先人 他們對地景的認識 包括在中間的途中的走路啊 生活 取水跟搭營 其實這個過程中 都是有一些學習的空間 也就是尋根的過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行動 包括就是 這個洗澡怎麼樣 帶年輕人去走這些路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理解到說 地景就是 不只是部落本身 他周遭環境也很重要 所以在早期的工作 其實我就發展出 像地景桃圍學 怎麼樣從地景桃圍學去理解 這個台灣原住民部落 那當然這方面 木淳老師也做了很多的這樣工作 那其實其中的幾個重點 我想就是可以講說 這個布農族 他們不只是在遺址 或是我們講的這個聚落裡面工作 他其實是在很注重人類 在這一外的活動空間 然後地景也不是只講這個周遭的生物 這個自然環境 而是地景他其實是人類跟周遭環境互動下的結果 就是包括說 社群團體怎麼樣把一些 用他們的價值觀 用他們的行動 把給予這個地景賦予意義 或是改變這樣的地景的作為 所以我就以這樣的去理解 去做後面的工作 那2017年到2020年 就是中醫院的團隊就加入 再造歷史現場的這個工作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有機會把我之前這些理解 在機會理解的情況下 去做進行這樣的工作 他就包括用一些 比較低層 就是low impact archaeology 就是對於這個衝擊比較少的 比如說像是系統性調查 也就是說 我們是在一塊區域裡 用間隔距離的方式去 然後去看到部落裡面 它有什麼樣的 在這個區域裡面有部落 或有其他的一些 過去人類活動的痕跡 那另外的話 其實也會利用一些 遠端搖車的方式 比如像是空彩光達 就是在飛機上 裝上3D掃描器 然後在飛行的時候 就會對於這個地面做掃描 那我們當然地面上 會有很多樹 但是在掃描的過程中 因為它掃描的地 這個點會直接到達地表上 所以當然是 當我們看到以前的這個家屋 它只剩下 沒有房子 只剩下這個 建築結構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就會被記錄下來 那對於 剛剛講到說 布農族 勞化一些布農族 離開這個家 已經非常多一段時間了 所以其實他們對於過去的記憶 已經不是很深厚 甚至有一些部落 它的位置 在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會提供 像我們就會跟 大概蘇蘭或西西巴的家族 他們去在尋根的時候 就藉由這項的資訊 能夠大家一起去找出說 原來自己的老家在哪裡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跟原住民協同的一個考古學研究 就是除了跟家族合作外 那當時在那個 娃娃局的支持下 其實我們也辦了一個工作坊 叫做自己的老家 自己看自主之行的舊部落研究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是一個工作坊 是一個上課的形式 可是我們在這個課程中 排了很多的討論課 那其實因為其實 當初在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我的不同組合作 本來都是好朋友了 所以有時候 我提出一些建議 他們都會說 都好這樣子 可是我就希望說 藉由這樣的課程的參與 然後在課程中 就是大家可以強迫討論 然後可以聚焦說 大家對於這個 對於未來的工作 想要做怎麼樣的東西 那這次工作的好處呢 其實就是除了 來參加的學員 是有男性跟女性 然後也有一些 都是以前是帶領巡根的騎老 那也有一些其實在外地工作人 或是在外地求學的大學生 那這個 這樣的組合其實在過往 他不太會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那其實也是在這個情況下 包括後來的一些發展 其實才有後來就是 這個 酌西鄉 這個任參協會 這樣子一起共同發展 那這個 在我們在做加興調查結果呢 我們就是鎖定這個 加興的這個區域 也就是 拉戶拉戶西的一個 轉折處 跟黃麻西的交叉口 這個地方做研究 因為當時想要在這邊 把薩西巴的家屋蓋回來 所以我們也想要知道 他周遭的環境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當時 就是做了這個系統性調查 就鎖定一塊區域 然後我們在這邊 建立很多的GPS點 因為我們想要在這邊 來來回回的走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GPS 在幫我們 幫助我們在山上導航 但是其實在山上 他的這個環境是非常複雜的 就是非常的陡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做一些 用一些地形資料去幫助我們 避開危險的地方 然後去順利去進行的東西 那其實在走的過程中 我們就注意到說 當然最多最多 最常會看到的就是 以前在山上的一些建築結構 比如說像這個以前的房子 他的 在久了之後 因為他是木造結構 所以他的石板會垮下來 然後他的車牆會垮下來 就會大概就會 變成這樣三面牆的結構 那在家屋裡面的話 他在左邊跟右邊的話 就會有這種山石造 然後會有一些 其他不是家屋的 他的建築比較矮 然後也沒有造的這種 是工僚 就可能是他們做 在比較遠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或者是說在家旁邊 是一些儲藏的空間 那另外會 大家會發現的是耕地 就是剛剛講到說 布農圖他們其實是喜歡 山田燒肯 所以他們喜歡在很陡的地方 種座物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 在這個陡的地方 再用一些碟石去加入一些空間 讓他們在這邊種小米啊 或者是一些漢座 然後也有一些建立起來的 這個躲藏空間 那這位就是我們 伊斯塔西巴的這個後代 我們一起在這邊做工作 那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山上其實不只 他們留下的東西 不只是無積物造成的 像一些石垢建築 或其他東西 他們在山上其實有一些 過去過往 他會種植一些竹子 所以當我們調查的時候 有看到竹子的時候 就知道說這個 這個竹子旁邊一定會有家屋 所以藉由這樣的系統性調查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整體的工程 那所以這個 我們當時做的地圖啊 就是在這邊來來回回的走 然後會有時候會用到GPS 然後大概就是在那邊工作一個月 這樣晚上有時候 也會配合一些酒精飲料這樣子 所以在經過大概20天 然後一個月的工作 一個月的時間 20天工作天 我們就取得這個地方的一個 整體的環境 那包括像 在這個區域可以看到 這個綠色的地方 圈圈就是他們以前耕地的範圍 也就是說在這個山區裡面 其實雖然他們住的地方 是限下在一些地方 可是他們對於這個地景的運用 是很廣泛的 然後包括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家屋重建 這個地方有一個家屋重建 那其實這跟歷史地圖上的 哈比社跟嘉興社是可以對照的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人 零星住在 跟達拉沒有住在一起的地方 好 所以 有了這些資料之後 就是系統性調查資料 讓我們對一個部落 有深刻的了解 可是拉屋拉屋西有 圖源非常廣大 有很多地方是位置的 所以我們會用到 剛剛講到說 遠丹窯廁 空載光達的應用 去理解這個地方的環境 那 對於這個資料 我們就做了一些叫做 波度分析的一個工作 就剛剛講到說這個 這個空載光達 他在做3D 在做地表掃描的時候 他可以把地表的一些東西記錄起來 那一般的山 他其實他的山式變化是會是一樣的 可是當布農族在這個山的地方 他建立了家屋之後 他就會把一些地方產平 就會有一些比較 跟平常不一樣 比較不正常的地方 比如說在我們調查的家屋 就會看到這邊 在例行上就會看到比較 比較不正常的平環 所以藉由這樣的比對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家屋的位置 跟這個 這個 空載光達的資料 應用在一起 所以當我們有 經過這個調查的基礎資料之後 我們到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我們沒有去過的地方 其實就可以利用這樣的資料 去幫助我們去 再預判他的位置在哪裡 那其實 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所以 當時的話 我們到了嘉欽調查 然後到了 赫西帕南調查 跟阿桑萊嘎調查 其實就是利用這些地圖 這些地方其實 部落雖然有去過 但我們對這些地方的範圍 或者是他的樣貌 不是很清楚 所以在空載光達的 這個應用 其實都可以看到在 阿桑萊嘎 就可以看到他的 這是阿桑萊嘎的住在所 然後他的家屋就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村落 然後在克西帕南這邊 也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村落 在這邊 所以這有效其實幫助我們去 比較快速去理解這樣的環境 好 那經過了這樣的系統性的調查 其實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的部落的空間位置 然後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這樣的環境 好 那剛剛講到說 這個再造歷史現場 他的過程中 其實是一個長期的一個大量的工作 但是經過大量的工作之後 其實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去沉澱 那其實在我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就要去重新思考 我要怎麼樣去理解這些材料 尤其是今天我們要做一個 原住民傳統知識一個結合在一起 我要怎麼樣用原住民的想法 用不同的想法去理解這個材料 所以其實我就要回到說 木農族的生活空間是怎麼樣 那比如說像 黃映貴老師 他講過東埔這邊的一個 土地利用 其實他就是有 蓋坊子用的建地 還有耕作用漢田 還有狩獵用的獵場 那其實這三個東西在空間上可能會重疊 那薩伊朗就是我們當地的學者跟詩人 他其實也有講到說 木農族的生活環境是包括了這個 駐地 阿桑跟菇馬是耕地 還有管控是獵場 所以其實在 剛剛我們在講到那個前面的地圖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說 他 不農族在嘉欣的生活空間 他有一個大家居住的一個空間 然後再廣泛 他會有一個 獵場 廣泛會有一個耕地在裡面 在耕地中間有一些公寮 所以有這樣的不同層次 我們就可以去理解說過去系統性調查的一個空間的結果 那這樣的結果其實 與其像我們傳統來舊社考古學 我們用舊社或是社本身 或是一個巨肉去思考這個 木農族的一個生活空間 其實我後來就經過一些訪問跟一些研究 就覺得說用木農族的阿桑的概念去理解會比較好 所以阿桑他其實是一個生活圈的中心 基地跟活動棄息地 聚落地跟古老根據地 所以這個阿桑可以是用來稱為 比如說蜂窩 他就會被稱成阿桑 或是敵人的聚落也會被稱成阿桑 那阿桑在概念上呢 其實跟近代原住的人 是稱的部落是滿相近的 他可以是稱在山上主居的老家 或是現在居住的圈落或是社區 然後阿桑的這個組成 他其實是從地域跟血緣組成的這個爭執組織 他最基本的知識單位 就是從同樣的氏族的家庭組成 然後新的阿桑建立 就是從舊的阿桑的若干人 因為開發新列場去建立新的住居重心 所以像在拉固拉乎西流域 他有一些地名叫做埋阿桑 就是老家的意思 也就是拉固拉乎西 他到這邊建立的第一個部落 他叫做埋阿桑 那或者是說他在這邊建立一個 也是一個很好的部落 叫阿桑 就是代表他是一個大的部落 所以這個阿桑的概念 他其實是一個層次性的 一個某某中心的概念 那自己的阿桑跟別人的阿桑 其實他是一個相對性的一個 在不同時空下會有一些名稱跟範疇 那這個是海塑和老師他用文字把它整理出來的 所以藉由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去理解 剛我們過去做的考古的資料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 嘉興或是哈比這樣的聚落 他其實是用家屋組成的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這個聚株核心 他就會有不同的狀況 然後家屋的話就是他們以前住的地方 他旁邊在家屋的旁邊可能有附屬建物 那等一下洪一可能會講到附屬建物的功能 可能是用來儲存東西 或者是養出生的地方 另外的話 剛剛我們講到說 他身上有許多大範圍的耕地 那其實耕地就是過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在家屋的周遭就會建立耕地 一直建立到很大的範圍 那因為這個耕地是要輪流耕種的 所以他其實我們在嘉興看到 放這麼大的耕地範圍裡面 他其實不見得同一個時間會這麼大耕地 他可能是會 這一塊先燒完再換另外一塊燒下去 所以就是沿著這個家屋的周遭 他會有更大的耕地 那在耕地中 他其實還會有些工藝在裡面 因為有時候在比較遠的地方 你要在那邊工作 沒有辦法回來休息 就會在工藝休息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這個 我們之前的調查中 的確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在這個兩個附落的以外的地方 他就是散佈他們耕地 那耕地比較遠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工藥在這邊 那更大一個範圍是獵場 獵場其實對布農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依照著三次的山脈去 或是核心去區分 那獵場是屬於 通常是會屬於某一個家族 比如說在拉布拉布西的這個 丸色群 他是比較早到是打馬比馬加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獵場 那後來等他其他人遷移到這邊之後 他的獵場其實就會分一些去給他們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們除了建立彼此的關係之外 那後來的人其實在這個 他們的獵場打到獵戶的時候 都會去分給最早來到的人 好 所以剛才我們講到說 我們用阿桑去理解這個 布農族的調查結果 他的空間 所以可以 薩利朗在他的這個碩士熱門 其實就有提到說 他發覺 他去研究這個地方的地名 他發覺在不同的阿桑的附近 他都會有一些相同的地名 比如說在C部落 他比較距離一些地方 他會有瞭望的地方 有休息站 或是有另外一個瞭望的地方 然後在A部落 他也會有一個瞭望的地方 跟背負中 背負中物在出發的地方 或是動物流動之類 那在這個B部落 也有這樣的類似的情況 那也就是說 其實每個部落 他都有他的一個核心 也就是他的住居 也就是他的房子的集中住 然後在部落之外 他就會有漢田跟耕地 也就是他們要去工作 種植小米 或是其他漢桌的地方 那在更大的都是獵場 所以在拉酷拉酥西的每個部落 我們可以去想像 他都是每一個阿桑 他都有自己的核心 自己的核心跟對方的 跟其他地方都是處於一個相對的關係 就是說我在我的部落 會有我自己去休息的地方 或看別的地方的地方 就是在其他的部落也是 所以他是一個呈現一個相對 在地景上中間出現的一個樣子 那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去理解這樣的地景的位置 跟他之間的相對關係 就要回到我們剛剛講說 布農族的遷移的動力跟移動跟分裂 剛才我們講到說 每個部落A會往下面去 去遷移或者去發展新的耕地跟獵場 其實這代表說 部落A跟B 不過B是從A遷徙出去了 代表他們兩者之間 其實是會有一定的社會關係 尤其是同樣的氏族的關係 那B跟D他一定也是會重現 他是一定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如果回到說 布農族的遷徙史 當他們從中央山脈以西的地方 跨越中央山脈到拉酷拉奧西 甚至到花蓮北邊 或是台東或是高雄 他其實代表是一個布農族的 一個社會關係的一個 1.1的擴展 可是這樣的擴展 如果我們回到地景考學的脈絡 就是說 地景是人類互動創立下的結果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從地景上 或者這些附落的位置去理解 這樣的社會關係呢 其實是可以的喔 就是我們像 我們剛剛講到我們去調查過的這個 嘉興 阿桑萊嘎跟柯西帕南跟阿波蘭 他這個地方是有幾個不同的家族建立的 像 那這些家族其實都是屬於一個 同一個祭祀圈 表示他們周遭之間是 事實上是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那從他們的地理空間其實是可以看得到說 他們其實都是沿著這個西的支流 在互相的對面的地方 比如像以塔西巴 他的這個名字其實在布農宇是對面的 也就是說他們以塔西巴來成立稱呼這邊的人 所以他們其實在這個部落的一個樣子 他其實是有一個對面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說可以從視覺的方向去理解 就是所謂的視域分析 就是說當我們在一個地方之後 我們在一個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其他的地方 其實可以用GIS去計算 就是說當在A點 他可以看到怎麼樣的範圍 所以因為我們好奇說 在調查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部落好像可以看到其他部落 所以我們就去做了一些視域分析 那其實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四個部落 其實他們 其實有的都可以看到彼此這樣子 所以最終其實可以看到說 在阿波蘭可以看到嘉欣 然後阿波蘭可以看到阿桑萊嘎 然後嘉欣也可以看到克西帕南 其實他這幾個互動關係 或者是有一些有親戚關係到這邊 前後建立的部落 他們其實中間有一個所謂的互視網路 就是可以互相彼此看得到 那這也代表是說 當他們建立 他們在這邊建立部落 他不可能 這個地方撈不撈一些 好幾十個部落是一次同時建立的 他一定是一個先來 然後再後來再過來 所以他們在建立的過程中 其實新的部落建立 他們會選擇說 在比較早期的部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他的這個社會網路 其實是陸陸續續在地景中擴散的 就像他們簽一樣 他們簽到這個地方 代表他們的人際關係擴散 可是他這個擴散其實是被刻印在這個地景中 從他的相對位置可以看得到 完全的社會關係的呈現 那我把這個網路去把它擴展到 整個拉肚拉肤溪流域去的 那就像剛剛講到 我們講到說 用轟仔光達的這個分析 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定位 雖然沒有去過的部落位置 所以我藉由這些部落位置 就是去把它去做一些事與分析 其實可以看到在藍色群跟郡色群 他們其實各有自己的一個社會關係 也就是說 當我們從地景考古學去看 考古學材料跟部落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知道說 他是怎麼樣在這個過程中 慢慢建構成一個網路的 好 那我想講到最後的一個結論跟展望 就是在這個工作其實就是必須要一再強調說 這個拉肚拉肺的工作 尤其是在在造歷史現場這段期間 其實對這個我們對這個地方的理解 跟這個地方的協作 它其實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這包括就是像文化 一個住在所調查的時候 我注意到它所有的牌子 都只有介紹住在所 或是介紹黑熊或是介紹書 然後國家公園好像只喜歡動物 他們其實沒有把土地的主人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跟我一起上山的原住民大哥 其實他們就是接國家公園的工作去修路 去砍草 這就是他們可以在山上做的事情 偶爾靠尋根回到這個地方去看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 剛剛講到文化資產的建立 尤其是有一個持續的經費 或者是像伊薩西巴家屋 有一個家屋在這邊 其實後續有非常多的工作 文化活動都回到那邊進行 那我也親眼看到就是非常多的小朋友 來自不同地方的原住民 或是非原住民的小朋友到這邊去學習 然後我的朋友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不管他們是主語老師 或者是原本是詩人 或是原本是國家公園的尋山員 他在跟我們工作的過程中 其實我學到他們的知識 其實他們對於考古學也有他們的理解 那這樣的知識 其實最後被他內化的時候 變成他們的一個傳承知識 然後在這個場域下進行 那自己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方面 其實考古學的材料都是非常生硬跟死硬的 聽我剛剛講你就知道 不過呢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考古過程中的這些知識 其實像薩利浪 他就會再把這東西再轉化成他自己的理解 寫在他的文章裡面 那在其實很多過程中 我們也有找當地的這個導演去拍紀錄片 其實他對於考古資料的重新詮釋 其實這也是原住民考古學講義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這個話語權或者是我們詮釋權 不只是我今天在講 其實在這些出版品或者是攝影報導 或者是主人的頭中 其實都會把它再放出去了 所以其實最終我覺得這個結果 不管是國家族人或者是這個文化局 其實最後的就是能夠把這個東西放出去 然後早期不農族子 都是在山上工作 都是做一些勞力的工作 可是在這個場域下 他們變成一個教育者 所以或是我覺得是非常有價值的 好 最後我想要就是講到說 後續研究的規劃 就是說今天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在沒有大筆進前 其實做一個考古學家 我會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是 細水長流 這個其實是考古學追求的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講到說 這些山上是一些對面的一個 分別在對面的環境的一個情況下嗎 其實早期這個 裡面員大哥他其實有 對於這個東西他有他的間隙 為什麼這些 這些山是 這些部落是間在山 這種在這個方式 解凍會在領線上 解凍會 他會找那個位子 位子的地形 為什麼我們在把這個 在一個領線上 他第一個是 他要喊 要喊對面的時候比較好叫 他們以前怎麼叫呢 我像說我今天 我不會我的女兒要解凍 還是要拜拜 以前哪裡有電話 沒有 我現在是 那我裡面的要怎麼叫呢 他從這個 對面喊到那個 對面山 對面的山 又喊到裡面的山 裡面的部落 你這樣喊 好像意思是說 我跟著 摩斯巴 對 他那邊聽到了 啊 又喊到那邊 又喊到那邊 好 好 就是說 就是說在後續的工作 我覺得 作為一個考古學家 應該去找經費 跟家族慢慢再合作 在長期的工作下 其實我覺得 像這樣的聲音的研究 像比如說 我們就先做了一些模擬 就是說 的確在模擬中 聲音是可以傳到的 那在未來也會希望說 那我們就跟兩個家族 蘇蘭跟伊萨西巴家族 分別到他們的老家去 然後我們就去這地方對喊 其實這個就是 可以回到過去的那個樣貌 雖然現在數長得很大 也不知道喊不喊得到 可是這是一個 不管它是一個實驗也好 或者是一個 對於過去文化的實踐 那我覺得這是 我未來想要追求的 好 那就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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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